将于7月开赛的快南日前只确定了谢霆锋一位总决赛评委 另外三位一直保持神秘 近日有人在微博爆料 陈坤、谢霆锋、李宇春三人将加盟 而据媒体报道 除了这三人 台湾著名综艺主持人歌手陶金颖也有望担任 但由于其身份需要等待批文等手续 对此湖南卫视相关负责 快南宣传人员并没有否认 而是表示一切还未最终敲定 还在洽谈中 过两三天应该会有结果 据了解三天之后 快南的第二场发布会就将举行 到时候评委名单或许会最终敲定 目前快南正在进行各赛区选报 广州唱区已经进入明星评审决选阶段 谢霆锋、黄岐山和尚文杰坐镇评委席 共同选出广州唱区10强 人气颇高的谢霆锋在点评时相当严格 会直接跟选手说 你过两年再来吧 也会委婉地表示 我希望看到你们更狂野的表现 不过最让现场女关注hold不住的是 谢霆锋不仅频繁换眼镜耍酷 还亲自示范交选手放电 引来观众席一片尖叫